大家好 这期我们继续学习 目短的苦语码分析 这一张的主要内容是 其他缓冲区设计方案 TCP Connection 中增加Send TCP Connection 中Shutdown 的处理方法 首先来看一下其他缓冲区设计方案 如果有STLGP 那么可以自己管理类存 只需要增加两个指针 一个是Begin 一个是End 这种方案不见得比Vector好 代码变得更加复杂 性能也没有明显的改光 如果放弃连续性要求 可以用缓冲缓冲区 这样可以减少一点内存拷贝 没有内部腾罗 另外一种方案是零拷贝方案 实际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拷贝 因为数据从 内核到用户空间 总是有一次拷贝的 所以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拷贝 只不过说在用户空间 可以避免拷贝 要想实现零拷贝 除非我们把程序呢 都做成内核的 都写到内核 把我们的应用程序都写到内核端中 才有可能是零拷贝 那么这个方案呢 采用的是lib event 2.0.x 版本的方案 缓冲区管理方案 它采用链表的方式来管理 这是链表的一个节点 我们先看一下EVBufferChain Next 这是链表的指向下一个节点的一个指针 BufferLane 缓冲区的长度 指的是这一块缓冲区的长度 它的指等于BufferLane MissAlign 是缓冲区里面 这一块的长度 这一块的长度 那么这一块空间 有点类似于 目夺里面Buffer的Prependable 这一块空间 Off 这个是实际的有效负载的长度 有效负载的长度 Flex是缓冲区的一些标志 比如说缓冲区是否来自共享类传 缓冲区 缓冲区是否是可读的 是否是可写的 等等一些标志 Buffer指针 指向这一块缓冲区 指向了这一块缓冲区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整块内存 看成是一个缓冲区 这一块缓冲区 既可以是Malaxy分配得到的 也可以来自共享类传 还可以来自类传池 EVBuffer First指向头节点 Last指向尾接点 TotalName 是缓冲区的长度 缓冲区的长度 指的是有效的长度 这是有效复杂 有效复杂 长度之和 C.OFF 加上C2.OFF LastWithDataP 这个指针呢 比较复杂 简单说一下吧 刚开始的时候 缓冲区当中还没有添加节点的时候 还没有添加节点的时候 那么 LastWithDataP指向的是 First这个指针 它是指针的指针 所以说应该指向 这个First取缔值P 取缔值First 那么增加了一个节点之后 增加了一个节点之后 假设这块节点已经增加进来了 那么LastWithDataP 它仍然还是指向取First LastWithDataP的行义是指向最后一个有数据的节点 有数据的节点 但是它是指针的指针 First指向的这一块节点 那么这是最后一块有数据的缓冲区 有数据的缓冲区指向了它 那么我们再增加一块缓冲区的时候 那么最后一块有数据的节点 这里面有数据 应该是这一块缓冲区 这一块缓冲区 Next指向的这块缓冲区 那么它是指针的指针 它应该指向C的Next 取地址 所以说这里面LastWithDataP 指向的某个地方 这个我们简单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它是指针的指针 那我们发现如果要扩充空间的话 那我们就新增一块内存 不涉及到内存的腾螺 直过来 那么如果这块空间太多了 如果这个缓冲区 缓冲区我们觉得它太大了 那么我们可以 回收一部分空间 可以回收一部分空间 比如说把这一块缓冲区回收了 可以把它归还掉 Delete掉 当然如果是来自内存池的话 就把它归还到内存池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归还 那么这种方案是比较高效的 但是这种方案也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 这一部分数据呢不是连续的 那么应用程要获取数据的时候 需要便利 应用程获取数据的时候 从这个节点便利到这块空间 再便利到这块空间 也就是说应用程的一个处理代码呢 就会变得复杂一些 高性能代价是代码变得 会设难读 Buffer不再是连续的 Pass消息会稍微麻烦 也就是说上层的应用程序 要解析这一条消息的话 假设这条消息在这两块 缓冲区当中 解析消息的时候呢 会稍微麻烦一些 接下来看一下 tcp connection中增加send 以及shutdown的处理方法 我们直接来看代码 tcp connection 增加了应用程的接收缓冲区 应用程的发送缓冲区 增加和消息 增加了这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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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ety send 消息不类型紧张 长度 string piece 一个字母创 buffer shadow 那么这个函数不是现场安全的 这几个函数都是现场安全的 set tcp no delay 先看一下这几个函数的实现 发送数据 该函数是现场安全的 可以跨线程调用 跨线程调用 那么实际上它会转到 该tcp connection 这个tcp connection 所属的 even loop 它所属的线程来发送的 如果我们不在 当前IO线程 就会调用send in loop 否则的话我们直接调用 loop run in loop 直接转到 这个 even loop对象所属的 IO线程来调用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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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就在 这个 IO线程的话 我们直接调用send in loop 不在IO线程的话 不在IO线程的话 调用loop run in loop 它会自动转到 loop对象 这个 even loop对象 所属的IO线程来发送 同样的也是调用send in loop 那么跨线程调用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定的开销 需要 传递这块缓冲区过去 这里呢 需要把这块缓冲区的构造出来 传递过去 有一定的开销 接下来看一下send in loop 这个也是一样的send 只不过 这是string piece send in loop string piece message as string 那么如果是C++11版的话 message.string 实际上还可以改成std forward 那么我们当前呢 还没有学习C++11 就赞钱讲进这个了 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 还可以是一个buffer buffer.peak 可读的指针位置 readable byte 这么多的数据发送过去 那么发送以后呢 我们要把 这个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呢 移除 retrieve all 就是在IO现成 不在IO现成的话 run in loop 所以说这些send函数呢 都是现场安全的 可以跨线程调用 sending loop 这个string message 又调用了 这个函数 又调用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sending loop 断言 在IO现成当中 那么当前呢 我们先简单的write channel fd 这就是 以连接套节字 数据 长度 发送过去 那么实际的实现 是这样子的 我们下一节课再讲解 这一部分代码 现在呢 我们先简单的 这样子发送出去 那么由于send函数是 现成安全的 sending loop 本来它应该去操纵 这一块缓冲区的 output buffer 它可能操纵了output buffer 那么output buffer 我们上一节课所实现的 buffer类 它本身不是现成安全的 这个buffer类呢 它本身不是现成安全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在处理的时候 获取数据 最佳数据的时候呢 都没有加锁解锁 也就是说都没有锁的操作 实际上呢 作者这样子设计是故意的 因为buffer是供给tcpconnection 来使用的 而tcpconnection呢 里面的发送方法 它会转到 它所属的io线程来操作 一个tcpconnection 它只能够属于一个线程 来处理的 只能够属于一个io线程 来处理的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 对缓冲区进行锁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线程来操作了 所以说不需要进行锁的操作 因为这块缓冲区呢 这块缓冲区 它是每个连接私有的 每个连接都有一块缓冲区 而不是所有连接所共享的 所以说它不需要锁操作的 所以说作者把buffer呢 设置成不是现场安全的 是故意的 没有必要 否则的话呢 就加了 锁操作 性能呢 会下降 那么接收的地方呢 也应该发生改变 Handle read 我们上一节课看到的接收方法 就一个很简单的read 把它接收到这块缓冲区当中 然后我们再回调message callback 现在呢 现在我们接收把它接收到input buffer当中 直接调用readfd 然后再回调message callback 可想而知message callback 接口应该发生变化 message callback的接口 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 替换成了这个声明boost function buffer的直征timestamp 另外还增加了两个default connection callback default message callback 这两个函数的声明 它在目夺net 导致空间里面 这两个函数的实现呢 在tcpconnection里面 在tcpconnection里面 默认的一个连接到来的回调函数 noctrace 默认的消息到来的函数 buffer retrieve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在实现程序的时候呢 我们会提供回调函数的 如果我们没有提供这两个回调函数 就使用 就使用这两个默认的回调函数 那么这两个默认的回调函数 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应该在tcpserver里面进行设置 connection callback default connection callback message callback default message callback 我们先把这几个文件拷备一下吧 react 有有有有 还有这三个文件 动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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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子 先编译下代码 看下能不能编译通过 这个没改好 摇一摇 TCPServer UndefinedReference Default ConnectionCallback DefaultMessageCallback Callbacks 35行我们看一下 DefaultMessageCallback DefaultMessageCallback ConnectionCallback ConnectionCallback 跟MessageCallback MessageCallback Connection.h TcpConnection DefaultMessageCallback DefaultMessageCallback 正常应该 没有问题 Clean一下吧 重新编译看一下 这个重新编译时间比较久 Message tgp server 编辑好像通过了 链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些链接都没有问题 现在就不是tgp server 的错误了 现在就不是tgp server 的错误 看来有时候我们得clean一下再编译 那么现在是什么错误呢 reactor 08.cc 不能传仓部net buffer 新转化为conctrass 新 应该是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刚才message callback 已经改变了 这个接口已经改变了 而我们之前所编写的代码 这里的 on message 接口都是 确信 长度 之前我们有几个代码是这些呢 test 里面 080910 on message 都是这种接口 那么我们现在就保留这些代码吧 不去改它 解决方法呢 解决方法呢 那这几个可知性程序呢 这几个注释掉吧 111都生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111 我们来看一下111 这个代码跟原栏呢 没什么两样 on connection一样的 on message呢 这边接口发生了变化 然后呢 我们要获取这块缓冲区的数据 retrieve all stream retrieve all stream 把它获取出来 然后打印一下 接收了多少个字节 以及连接了名称 百分之s 以及接收的时间 这个是时间 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再把它回射回去 connection send 使用到了send函数 再把这个数据呢 回射回去了 我们上一节课所实现的代码呢 都只能接收 都只能接收 不能够回射的 现在我们能够回射回去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吧 telnet 连接过来了 然后我们发送数据 不仅能发送过去 还回射回来 打印出来了 我们除了用telnet 作为客户端以外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用NC命令 也可以作为客户端 来进行测试 更加方便 Ctrl C 断开 It's done 断开了 Ctrl C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hut down处理 上几课我们说过了 Shut down 上几课我们说过了 下来 下来 crank 下来 下来 嘅 再来 带 樫 下来 家 刚才那区的呢 我们不看了 就是说 应用程序 想关闭连接 但是有可能 正处于 发送 数据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 out put 中有数据 还没发完 这时候 我们要关闭 应用程序 想关闭连接 那么不能够直接 调用close 不能够直接调用close 如果直接调用close 那么就会导致 output buffer中的数据 还没有发送完 也就是说我们要保证 应用程 要用connection send之后 只要网络没有故障 是send里面所传递的环通区 保证它能够发送到对方 只要网络没有故障 所以说应用程 这时候呢 如果想要 关闭 shutdown 它应该判断一下 是否还有正在发送的数据 如果还有正在发送的数据 不应该关闭 不应该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是如何实现的 它增加了shutdown函数 shutdown函数 shutdown in loop 不过这个shutdown函数呢 不可以跨线程调用的 判断一下state 如果等等 k connected 也就是说 当前还处于连接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把状态改为 k disconnected 处于正在断开连接的状态 loop run in loop 在这个IO线程当中 调用shutdown in loop 调用shutdown in loop 那么这个list之间呢 fixme 可以更改为share the from list share the from list 那么这个state 等等k connected 等等k connected 也要fixme 就是说这边 它没有保护这个状态 没有保护这个状态 可能有多个线程 要用呢 shutdown 有没有可能呢 总而言之 这边呢 它没有保护这个状态 它那我这边是可以修复的 我们可以用原子性操作 compare and swap那些原子性的操作 那么这些呢 都是留在以后可以优化的地方 或者说可以修复bug的地方 调用shutdown in loop 断言 在IO线程当中调用 断言在IO线程当中调用 channel is writing 什么时候channel才会处于is writing的状态呢 看一下channel的代码 is writing event k writeevent 也就是说关注了pullout事件 孩子站 关注pullout事件 如果还处于关注pullout事件 这个是非不处于不再关注pullout事件 那我们就可以shutdown write 就可以调用shutdown write 关闭写的这一半 否则的话是不能够关闭的 否则的话是不能关闭的 也就是说如果output buffer当中 还有数据没有发送完 还有数据没有发送完 它仅仅只是将连接状态呢 连接状态更改为kdisconnecting 并没有关闭 并没有去关闭连接 并没有去关闭连接 没有处于写数据的时候 才能够关闭写了这一半 关闭写了这一半 那么我们调用shutdown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了 如果正在写入数据的话 就相当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了 那么可想而知 写的地方呢 写入数据的地方一旦 output buffer呢 写完了 它还要判断一些当前状态 是否等于kdisconnecting 如果等于kdisconnecting 它还应该调用shutdown in loop 来关闭一次 关闭写的这一半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是服务器端 主动断开 我们主动调用shutdown 与客户端的连接 这意味着什么呢 客户端read返回为0 客户端read返回为0以后客户端会做什么事情呢 可想而知它会close 这个以连接套戒指 它close的以连接套戒指 服务器端又收到了 返回指等于0 又会收到返回指等于0 那么这时候呢 服务器端的事件应该是什么事件呢 如果是服务器端主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 不管是调用shutdown 还是调用close 然后客户端read返回为0再调用close 这种情况服务器端会收到什么事件呢 实际上这种情况服务器端会收到两个事件 pull,hup,pull,in 和bind也就是说1万层里面 具有这两者 具有这两者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shutdown right的行数呢 是调用了socket中的shutdown right 这又调用了socket OPS里面的shutdown right shutdown right 又调用了shutdown shutwr 这个我们知道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们在构造函数里面 这里面有两条string消息 100个字节 200个字节 也就是说message1是100个a message2是200个b 一旦一个客户端连接过来 connected 我们就发送两条消息给客户端 100、200 100、200 100、200 然后再shutdown 马上shutdown 那么它肯定会保证 这两条消息被对方接受的 就是这里发生了改变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就用nc吧 来做测试 100个a 200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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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刚好是100 38行100 你刚好是100 一行就是100 再运行一下吧 这个世界 这里为止了 然后是连接到来的世界 行动笔吧 我们分析一下世界 连接到来的世界 连接到来的世界 然后呢 做了什么事情呢 发送消息出去shutdown shutdown 以后呢 会导致客户端read 返回零close 我们会收到 porehup porein 事件 我们发现 这里会收到 hup 事件 evenloop257 一行 我们直接在这里看吧 快些 快些 pore 来看channel吧 channel handle event handle event with god 他应该收到什么时间呢 porehup porehup 并且还收到了po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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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 收到hup 并且还收到了porein 这个是没有收到porein 如果只收到poreup 这是不可能的 logup 这里面就有一个log1 警告 然后关闭链接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输出这个handle event log1 找不到这样的调试信息 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会进入到这一段代码 不会进入到这一段代码 它根本就 这个logup呢 是true的 true的 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进入到这个一幅一句 但是它又有这个事件到来 关键的原因在 它revent 不仅包含了这个porehup 还包含了porein porein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它不会进入到这里面 像当然这个porehup事件都没有处理 然后另外一个porein事件 read callback read callback里面呢 有handle read 又掉下了handle read 又进入到tgpconnection的handle read handle read的这边呢 又返回等零 关闭了链接 关闭了链接 所以说这边它只输出的时候 只输出了一个channel hup hup 这个时间到来 实际上还包含一个in 这一点呢 如果大家有疑问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验证吧 有疑问 有疑问 我们可以验证 有疑问我们可以验证 再运行一下 在这里 hup事件到来 channel里面handle event 又掉了handle with guard handle with guard 我们发现handle with guard 11212都打印出来了 说明这次event不仅包含了porehup 还包含了POIN 这一次返回的事件里面 不仅有HUP还有POIN 那么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客户端关闭连接的话 服务器端这边只会返回一个POIN 如果是服务器端主动关闭 导致客户端在关闭套业子 那么就会返回两个事件 就说这次事件里面 RUX包含了两个信息 POAHUPPOIN 这个我们知道一下 重新免疫吧 把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测试的客户端程序 创建套介制 这些都是类型的代码 然后连接 然后接收数据 服务器端这边 这个程序 两次发送 两次掉了send 发送两条消息 我们客户端这边很可能 一次性就能够把这两条消息 接收到 就是所谓的链包问题 很可能一次性就能够接收到 它发送了三百个字结果来 我们发现 readit会等于300 说明那条消息是一次性的接收了 一次性的接收了 然后再次read 再次read 这边shadow 这里发挥的 break break完以后 我们故意等待十秒钟 再关闭链接 三百 一次性接收了 故意等待十秒钟 再关闭链接 我们发现那个hup事件还没有到来 因为它要等到十秒钟以后 才关闭套介制 关闭了套介制 然后hup事件才到来 那么实际上这里面事件 不仅包含了一个hup 还包含了in in跟hup 两者都有in hup事件同时到来 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 就是这些 下一节课 我们要继续完善 tcp connection 这次课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收听